第十八頁第七題 有大小兩個噴水池 小噴水池每15分鐘噴水一次 大噴水池每25分鐘噴水一次 早上7點的時候開始噴 那麼兩個噴水池是7點同時噴 下一次同時噴水是多少 什麼時候呢 首先我們把這些已經畫起來的重點 整理一下 我們發現要減少出15和25的最小公倍數 所以我們把它列一個正 15和25的最小公倍數 兩個都不是偶數 所以先從3 欸不行 4不行 只有5 5的時候呢 出現了直數了 就宣告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們寫出15和25的最小公倍數就是 5乘3乘5 5乘3乘5 5乘3乘5就是75 對不對 75 所以就每隔75分鐘 他們會同時噴水 所以上午70 上午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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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75分鐘 等於上午70 等於上午70 15分 加1個小時又15分鐘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 上午80 15分 的時候 他們會同時噴水 所以這裡的答案是 上午80 15分 我這裡只用的是 盆字預算 這是我們上學行教過的 請大家回去再檢查一下 好 所以你就到這裡